汉生小百科陪伴了许多孩子成长 那么陶渊市儿童美术馆呢 以纪念40周年出发 设计新说小百科 用绘画科技互动打造了六大体验区 像是巨型装置 妙妙新乐园 就能够实际的带您来认识 妙语类的传统文化 大小朋友高声呼喊 小百科乘着无人机出场相当吸睛 陶渊市的儿童美术馆 为了纪念汉生小百科40周年 特别打造新说小百科 结合视觉触觉和听觉 将知识生活化 新的新世代的艺术家的一个视角来诠释 让这次的展览就如同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览 教育推广活动里面呢 会在我们的礼拜六礼拜天 还有我们的平日呢 也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 我们纠结了很多的跨界的一些团队 来跟我们一起合作 那这些活动呢 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来参加 专栏规划六大互动区 有以桃园公庙为灵感设计的巨型装置 妙妙新乐园 透过抽签许愿的方式 让小朋友认识传统信仰 还有以纸箱制作结合台湾饮食文化的物产星球 用游戏探索农业故事 而随着网络的蓬勃发展 市长在现场也和小朋友一同着色 在虚拟世界里把物资给传送出去 汉生小百科早年四十年前 是我们桃园非常杰出的一位市民 龙潭的一位乡亲黄永松先生所创办 他在半年多前过世 那么我们非常怀念他 也想说汉生四十年的这么多的精彩内容 应该再度透过不同的角度 再度呈现给我们所有小朋友 让他们能够透过这个展览 吸收薪资 汉生杂志发行人黄永松出身于龙潭 这次展览延续小百科的精神 把自然物产风物文化等议题 变成互动体验的方式 希望能启发更多孩子的好奇心 让学习与知识更有趣